给父看病四处借钱,突然接到同学电话说还钱,父亲大惊,他早死了。 住,图片来源网络。故事中的我们闻。 这个故事发生在前些年ETC,ETC,ETC。 刘大爷今年刚过六十,老伴去世得早,他一个人辛苦把儿子带大,儿子刘美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,刘大爷每天还是省吃俭用,说是给儿子攒安钱在城里买房,不想让他像自己一样子在村里受苦。 儿子很孝顺,一有空就跑回家帮父亲干活,虽然自己的工资不高,但是每个月都会给父亲打钱,让他在家不要操劳,多买点好吃的,为此邻居都说刘大爷晚年幽浮了。 儿子给父亲打电话说自己谈了女朋友,准备过几天就带回家给他看看,刘大爷一听高兴坏了,逢人便说儿子过几天要带女朋友回家,还早早地准备了一些菜。 一天,儿子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,得知他生病需要做手术,刘磊便请半个月的假准备回家照顾父亲一段时间,同时他想把女朋友小红也带回去见见父亲,不料小红却说公司忙请不了假,刘磊只好一个人回了家。 到了医院才知,父亲心道有问题,需要尽快做手术,父亲之所以叫他回来是想跟他商量手术费的事,刘磊知道父亲手上根本没什么钱,早些年咋安的钱全部供我上学花完了。 住,图片来源网络,故事中的我们闻。 这次手术家长住院费用需要七万左右,夫妻说儿子,你不要操心钱的事,我现在不能动,你去亲戚家借点,等爹好了赚钱再还给他们。 刘磊安慰刘大爷说道,爹,钱的事你不要操心,你安心养病,我一会就去取钱。 刘磊的工资卡在女朋友手里,卡里有五万,心想再问小红借两万,做手术的钱就够了。 小红借通电话说,咱爸没事吧,我有空就去看他。 刘磊很感动,然后跟他说钱的事,小红很爽快答应了,说一会就转过去,不了刘磊等了两个小时,也不认钱转过来。 电话在打过去的时候,已经打不通了。 刘磊急匆匆地赶回他和小红和租的出租房里,一进门闪了,屋里像刚进过的一样,东西被翻了满地都是,柜子里女朋友的所有东西都不见了。 只见桌子上留住一张纸条,上面写住,刘磊,我们不合适,分手吧,以后不要联系我了。 住,图片来源网路,故事中的我们闻。 刘磊蹲在床边哭笑不得,感慨道,真是患难见真情,日久见人心。 他挠挠头准备回去问亲戚们借钱,借了一大圈连一万块钱都没有凑到,他蹲在路边犯了愁。 此时,他的电话突然响了,一看是个陌生号码,接通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,喂,刘磊吗?老同学,我是陈生,还记得我吗? 想了一会,才想起来是住在同一个村的老同学,后来各奔东西,很多年都没有了联系。 陈生接住说道,老同学,这次给你打电话主要是为了还你钱,刘磊一听还钱惊讶道,还什么钱,我们多年没联系了。 陈生笑着说,你真是贵人意忘事,在上高三的那年,我父亲去世,家里没钱交学费,还是你借给我的一千块钱,不然我连高中都递不了业。 刘磊这才恍惚哭想起这档姿势,当时看到他们家刚出事,所以就没打算绕,现在父亲正需要花钱,有一千是一千,便把银行账号给了陈生。 当他到银行去钱的时候,看看余额傻了,整整五十十万,他连忙给陈生打电话,可是电话打过去是空号,银行也查了汇款人就是陈生。 就父亲要紧,他先去了七万基用,等以后再找陈生问清楚。 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,刘大爷身体也好了很多,他问刘磊钱都问那些人借的,刘磊把事情经过给父亲一说,父亲大致已经道,你说的是我们村的陈生吗? 他母亲早就去世了,前两年陈生也出了车祸去世了,保险公司赔了五十十万。 这时,刘磊头皮发麻,下了一身冷汗,当晚他收到陈生发来的信息,老同学,钱收到了八,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 他连忙电话打过去,对方是空号。 参考来源。